在这里看中国空间站绝对是庞然大物 每个舱段都是20吨级的 今天我们也近距离的参观和触摸一下我们的太空之家 我们以前在镜头上看的太空之家一样一样的 咱们这个是完全环境还有布局还有大小 基本上跟咱们载轨的 那么我们航天员现在两名在舱外作业的时候 执行这个舱外任务的时候 有一名在舱内要做手控的一个接壁的摇操作 那么这个摇操作就是要在它微小的一个接壁的调整的时候 航天员要进行这样一个手动的摇操作 自动是一个漂浮状态 那么它如果要固定自己的身体 它会又通过软质的束缚带 把自己的脚然后束缚 这样它可以把身体固定在每个位置 那咱们这个硬质的扶手呢 就是它在主要是它在这个太空在这个舱里移动的时候呢 它要借助这个扶手进行一个在舱内的一个转移 或者是一个它自己的一个运动 这个就是餐桌 小餐桌 对小餐桌 它的微波炉 对 然后这边呢也是它一个酸奶机 咱们在轨可以自制这样的一个酸奶 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小柱段 这也是休息区 睡眠区啊 睡眠区了 它是个睡袋其实 对 睡袋呢是绑腹在这个 这个就是咱们航天员载轨要进行 每天要进行这个 它跑步的时候呢 它会用这个两边有束缚带 会把它跟跑台下边进行一个固定 可以像咱们在地球上一样 这样在跑步机上进行这样的一个运动 对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节点舱了 这节点舱是太熟悉了 因为每次航天员出舱的时候都要到这儿来 这相当于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定门就看到了生命生态实验柜 看到里边水到了 对 它带着一些这个 到这里也有一个卫生区 所以这就讲到问天舱的它的功能了 它不仅仅是一个实验舱 它同时也是一个核心舱的备份 其实没有这个树的概念 它没有方向的概念 其他里边内部的设计 应该都是 类似的 这个空间会更大 特别像是一横两树 对 有点像是一横一 脚下 一拉开舱门 看到的是地球 对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就是他们载轨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拍摄的一个画面